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耳阔端正匀称的话 则头脑比较聪明 做事有条理 属于聪明长寿之人 若是耳垂过于肥满的人 则表示心脑血管方面可能会存在着隐患 应该加强身体锻炼 饮食多以清淡 素食为主 二 耳高于眉 从面部正前面看 耳朵比眉毛高 代表头脑聪明 事业有成 重视精神层面的生活 感情也会比较丰富 距离高的同时也不会瞧不起他人 能够与人融洽相处 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好相处的类型 并且看人做事都很有眼光 贵人运好 能够积累丰厚的财富和人脉 三 耳朵贴面 耳朵贴面是指一双耳朵与面部几乎没有距离 从正面看去几乎看不见耳朵 仿若耳朵收在脑后似的 古书上有对面不见耳 主大好之说 说的就是贴面的耳相一般思虑甚密 形式果断 能够成为某一行业的带头人 生有这样耳相的人 无论男女都有着非常强的管理和经营能力 善于投资 做生意会赚大钱 同样 这样的人常常在晚年也能够收获较为丰厚的财富 一生财运 无衰败之时 四 耳有垂朱 耳有垂朱是好福气 好运气的表现 也是财富的象征 通常一个人的耳朱越大 越下垂 则表示财运越旺盛 生活较为富足 不会有缺钱花的情况 耳朱也为贵人运 通常耳有垂朱的人心地也比较善良 能够因为自己的热心肠而获得多数人的赞许和喜爱 进而给自己带来不错的贵人运 要注意 耳朱要饱满 不外翘 整体和谐 五 耳门宽阔 所谓的耳门指的是耳朵里面的洞眼 耳门的宽度通常代表一个人的气度和灵溺度 在面相学中有耳门宽阔 聪明豁达一说 也就是说 耳门宽阔的人心胸宽广 为人豁达开朗 精力充沛旺盛 是典型的福象 难得的好命 他们头脑灵活 冷静 而且具有智慧 反应敏捷 无论自己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可以做到冷静面对 清晰判断和处理 最终拿出好的方案 把事情做好 而且他们一生福泽深厚 身边常有贵人相助 在事业上比较成功 六 耳朵稍长 耳朵长得比一般人要长一些的人 通常都是有福气又能长寿的 这种耳相的人聪明能干 很有智慧 反应也快 他们一生财运好 能力强 脑子活络会赚钱 外加财运又好 所以不管他们在哪个行业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都会有一份稳定并且不低的收入 有这种耳相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 讲方法懂策略 而且在教育孩子方面很有一套 通常他们教育出来的小孩都很懂事 学业有成 事业成功 他们自然也能跟着子女想想轻浮 晚年生活过得幸福美满 七 耳垂炒口 面有四毒 耳为江毒 口为海毒 假如一个人耳垂炒口 视为江海相通 主其人才能过人 且口为实录 耳垂则为俘禄 是一个人俘禄绵长 犹如江海的象征 故此也主其人大多财运很好 生育很广 八 耳白于面 大家都知道耳朵属于金星 它的发达程度自然可以从其颜色加以分辨 因为金的颜色就是白 如果这个人的耳朵与面色相比较 远远比脸面更显露出白 说明其人耳朵发育良好 耳朵已经开运了 其人的聪明程度可能是天生的 何以如此说 因为耳朵少运早运 很多年少成名的人大多是耳白过面 既然成名时间很早 四海闻名自然是可能的 二 七种无辅耳相 一 薄耳朵 耳朵肉薄是不聚材的耳相 这种人缺乏自信 婚姻小事耿耿于怀 容易有神经过敏的倾向 所以导致失眠 食欲不振等病症 这种耳相的人缺乏赚钱的能力 往往没有太多的积蓄 如果一个人耳朵轮廓 清晰漂亮 但是耳朵肉薄 那么这种人通常赚钱容易 花钱也容易 无法存钱 这类人可能在文化艺术上 有很高的造诣 但是比较难守财 二 无耳垂 没有耳垂的人想象力丰富 爱幻想 做事情缺少计划 有点不切实际 但是颇有人情味 是个性情中人 如果是锐角三角形般的耳垂 这种耳相 往我与金钱没有缘分 如果整个耳朵长得小 耳薄 又无耳垂的人 这也是不聚材的耳相 这种破财 很有可能是在浪费 或者失败下造成的 所以 没耳垂的人赚钱 不是一件意识 这类面相的人应该多多培养自己的理财观念 提高理财能力 才能聚财 三 小耳垂 小耳垂的人是个急性子 容易感情用事 并且感情细腻 意志不够坚定 个性冲动 心直口快 属于感性情人 小耳垂的人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评价 判断力差 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 左右自己的想法 小耳垂的人理财意识较差 用钱无计划 难有积蓄 所以不太适合经商做生意 四 轮飞阔反 性格叛逆 耳朵的轮廓向外突出 被称作是轮飞阔反 由此耳相的人从小就性格叛逆 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 因为他们不喜欢念书 容易惹是生非 给家人招惹许多麻烦 让家人很苦恼 有时连把他赶出家门的金都有了 这种面相的人 一生财运不是太好 贵人运几乎没有 他们要想获取成功 赢得功名利路 就得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付出的辛劳要比别人多好几倍 不过这种人很勇敢 不怕吃苦 具有拼搏精神 如果能够坚持长时间的奋斗努力 也可以为自己打出一片天来 五 招风儿 招风儿的人性格外向开朗 热情大方 喜欢热闹 也喜欢广交好友 为人仗义 侠干义的 他们一生的财运不是很好 很难聚财 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根本不把赚钱当回事 也不在乎自己是否有钱 这种面相特征的人 好奇心比较强 凡事都会打破砂锅 问到底 弄个究竟 其实还真的不是因为勤奋好学 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八卦 更喜欢看热闹 招风儿的人一生没有太多福气 年轻的时候 日子就过得比较辛苦 因为财运不济 又没有得力贵人相助 凡事都得靠自己去争取 去努力才可以获得 六 耳低于眼 如果耳朵的位置过于低下的话 其人性格骄傲 任性 智商不高 学习能力差 也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没有什么贵人运可言 容易沉溺于物欲和信誉的世界 缺乏理想和进取心 在他们看来 工作就是为了获取钱财 追求温饱 或者物质享受 因此事业没有任何的成就 属于贫贫烦烦的人 此外 耳通肾 耳低肾 异低 其人亦有做骨神经痛之病 七 耳朵颜色灰黑 在面相中 耳朵颜色以白色为佳 耳朵白润 代表记性好 肾气足 有名气 代表一生顺利 有贵气 有崇高的地位 一生财富 不劳自来 耳朵昏暗 呈黑色 代表其人身体弱 肾气不足 做事往往劳而功少 虽然为人勤快 然而成就 往往与付出 不成正比 为一生劳碌之命 小江之最后提醒大家 耳朵需要好好保护 因为它关系着你的运势 假如不留意 随便在自己耳朵上扎眼穿环 或者长时间高分贝 过度用耳 那么损害的不仅仅是你的耳朵 很有可能伤害了自己的运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江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江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